欢迎收看打开公话们 我是许仲江 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案 昨天定验 外界认为王金平应该会在下周表态领表 如果王金平真的定于一尊 深蓝铁票是否投得下去 还是转支持洪秀柱 而宋楚瑜是否成为第三势力的关键力量 另外大巨弹争议 北市府将成立工程小组进驻大巨弹 安检的标准远雄愿意妥协吗 而北市府掌握多少 马豪两位前市长的弊案证据 是否将一路伴随2016大选 相关议题一探道 首先介绍来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坤城 主持人好大家午安 资深媒体人王世奇 大家好 还有是资深媒体人李游龙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立法院长王金平党籍案官司 昨天最高法院拍板定验后 忠告落幕 亲往人事预告 王金平将在下个礼拜 挑个黄道吉日宣布参选 但王金平今天仍不愿松口 倒是洪秀柱挑明的说 既然党籍案已经确定 王金平也有意愿 现在可以具体表态 来看VCR 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官司 尘埃落地 继续保有国民党员身份 现在传出王金平心情笃定 将在下个礼拜宣布参选 下礼拜就有黄道吉日 你就会宣布要来登记领表 我都不知道 别人怎么比我先知道 就奇怪了 王院长的这个党籍既然确定了 那我们也知道他是有这个意愿 那么现在是可以具体表态的时候了 面对可能的对手 洪秀柱叫正 王金平还是不愿意松口 但他身边的人却透露 因为30号是黄道吉日 很适合选举 王金平很有可能选择在那天领表连数 他礼拜四比较好 你觉得怎么样 你很先的 很公益 黄道 你这有些事情要亲口 王金平四两拨千斤 闪过敏感话题 不过党内现在又有一说 由于深南民众等不到 国民党主席朱一伦参选 可能转而支持洪秀柱 这个动作势必也会影响到 未来初选时党员票的流向 蓝军票 基层票 胜蓝票都要转到你这边了吗 我也不敢这么说 只要有人支持 不管是早支持 晚支持 只要支持都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副院长自己现在有没有努力的 开始跑基层 我们有这个打算 我们准备开始要跑了 蓝军里面你是最没有包袱的一个 那你怎么看起来 确实也是 心无怪 无怪 无有恐怖 我都还没有 奏论的决定 怎么再谈这个问题 王金平领表联署 看来见在闲上 只是摊牌前 他还有诸多考量 有趣的是 小辣椒 红秀柱 直接跟王金平喊话 也提早拉开初选序幕 好 我们看到就王金平党籍案 确定之后呢 看起来王金平应该是心头辣了 那如果说下礼拜来这个去领表表态参选总统 说实在以目前这个民调来看 他是除了朱立伦之外 民调最高的人 那尤其他在南部 基层实力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蛮强的 我想请教委员 对于蔡英文来讲 是不是最有威胁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讲目前浮现台面的候选人 大概是有分两组 一个是抽象的候选人 我把洪秀柱跟杨志良 列为这一组 洪的参选大概是要逼出适当的人选来表态参选的 那杨他如果要参选杨志良 他可能有现实上的困难点 他联署可能就没办法 另外一组就是实质的候选人 就具象候选人 包括就是朱立伦跟王金平 还有吴东毅 目前大家讨论最多就是 王院长跟朱立伦主席 上朱立伦主席他曾经说过 上礼拜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可以吗 对 我不会参选2016 代表他主观议员的陈述 这样可以吗 代表客观环境可能会对他形成一些制约 所以他那一天 昆神兄在这个市议会对他质询 他错过一个这个 做求给他表态最好的机会 他如果要获得民众的这个公信力 在市议会表态是最具有公信力 也有一定的法律的基础 因为市议员对你提出的质问 那你在议会地方所做的任何答复 我想都有记录 不像说媒体在问 场合够正式 所以他那时候就凑失这个良机去表态 如果他那时候表态说我真的我不选 我留下台北市做未来四年的努力 新北市做四年的努力 大家可能就可以确定他不参选 可是他说了一句非常具有责理 非常具残疾的话 这样可以吗 也许这个国民党很多立委就说不可以 很多的支持者也认为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 他会不会参选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今天这个王坚平院长的这个官司已经定议 当然会增加他这个参选的动力 因为他获得正常性 而且民调来看 虽然这个他跟蔡英文的差距是里面候选最小的 但是人整体的这个支持率是朱立宁比较稍高一点 但是跟对手跟民党对手跟我们蔡主席的差距 王坚平是相对比较少 所以他今天说的一个很有这个残理的话 用鬼谷子这个所谓王残老主 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不可勉强 然后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 所以他讲的是代表说顺其自然 那自然已经慢慢形成 他参选一个氛围跟态势 那如果顺其自然 如果是排除朱立伦之外 到时候他的民调可能会在网上 是威胁到蔡英文 朱立伦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政治计算师 我觉得他应该对博弈理论应该是非常熟悉 game theory 所以他包括有这个内部博弈 内部博弈就是国民党内部博弈 他如果拜选之后 他能不能维持共主的地位 对外部博弈就是说 他对这个民党候选人蔡英文主席的胜算如何 如果当然胜算很低 他就选择不选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博弈 他就说2016选对他有利 还是2020年选对他有利 所以三层博弈 精算出的结果让他去做最后的判断 但是我觉得这个王金明院长 他是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人 他有审时度势 在最佳的时候去把他底牌亮出来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时间点已经慢慢浮现了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党籍的官司案已经确定 而且目前这个南部对他有很多的期待 然后朱立伦又相对降低他的参选意愿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可能唯一的共主 所以我觉得朱的参选的几率好像越来越低 王参选就越来越高 我想请教昆辰 如果说以朱立伦 他之前都说做满嘛 对不对 新北市的部份要做满 那天在记者逼问之下 又说他不会选 那现在新北市现在也在追问 现在看起来就说他要这个 就是说去违背自己承诺的这个几率 应该是越来越小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王金平是不是应该最有机会浮出台面 这个礼拜三新北市议会的施政报告 那朱立伦他有来这个议会 然后他有讲得更明确了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追问之下 他有讲得更明确了 他说我不参选2016总统 他有把不参选2016的什么 总统有把讲出来 那也没有叫那个语助词 可以了吧 没有他就说 所以议会上他有这么讲 对他在议会上他有承诺 他就说我不参选2016的总统 然后任期跟各位议员一样 我们一起打拼四年 所以他在市议会有做一个 比较正式的一个承诺 而且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关心 就是说接下来这个 朱席会国共论坛 那我想说这个朱立伦 也是利用在议会的这个宣誓的这个机会 他也明确表达出来就是说 那他就是很单纯的 他是用这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没有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想象空间 去中国去做访问 那如果这样讲 国民党继承是不是真的不用期待了 不用期待朱立伦了 因为其实就是说 他上个礼拜讲说 他不选2016可以了吧 其实我们有跟这个国民党一些阶层 有时候一些场合遇到 有在讲 他就是说 不会是朱立伦 那我说那不会是朱立伦是谁 是王金平 他说也不是王金平 那我说那还有谁 他说应该还是伍敦一 伍敦一 对 就是说会显示出一个 北部跟南部的一个差距 在北部的话其实就是说 他们还是比较支持这个 马英九所主义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这个王金平显得不是 马英九所主义的 那今天这个王金平的 这个官司已经确定定验了 他已经保有这个 国民党党籍的这个身份 那就这个中南部来讲的话 王金平有他的魅力在 可是就北部来讲的话 我们不要忘了 这个其实马英九再怎么烂 他都还是有十几%的支持度 而且这些都是 所谓比较深蓝的会支持他 那如果说马英九这部分 没有在支持这个 王金平的话 其实王金平就算他通过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初选 我想在未来 这个当这个王金平代表 国民党来参选的话 党内的这个分裂 我觉得不可避免 就是说北部的 他可能不愿意去支持王金平 因为之前马英九已经讲成说 王金平他就是一个 官说的一个院长了 那这些人 怎么还支持得下去呢 那中南部的可能会觉得说 没有啦 这是消费事 不是官说 中南部的人或许 比较能够接受这一套 可是我认为说 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差距 最后大概就5%到6% 那如果说最后这个 这个马英九 他这个影响力 他大概也有大概5%到10%左右 那这样子对王金平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 所以我认为说 到最后 王金平虽然这个 在客观条件上 他这个党员身份没有问题 可是主观的条件上 他还是在想说 那他到底这个参选国民党 因为他有讲 要选就要选赢嘛 他不是说只要赢党内出选 他选他想说要选就选赢 所以马英九这一关很难过关 那我是认为说 这个之前大家这样一直吵 就是把这个朱立伦当作是一军 那现在一军不参选了 接下来可能就是二军了 那我觉得国民党在气势上 就可能就是矮了一截 现在看起来就说 王金平要拿到这个党内的联署 过关应该是没问题 只是说现在看起来 如果真的要代表国民党的话 恐怕他的这个阻力 不在于外部力量 看起来是国民党内部力量 我想请教时期 是不是包括深蓝的 一些包括军艺系的 现在也传说台商也是要支持去 支持洪秀柱 并没有要支持王金平 我觉得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听说王金平的联署 早在这个礼拜二 三天前就已经到达那个门槛了 那王金平参选 我认为是势在必行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那所以这一局 吴敦义到现在还是按兵不动 我觉得因为时间也拖很长 国民党的领表的那个时间 其实也拖蛮长的 所以吴敦义的动向 其实也是要到最后才会做最后的确认 那如果王金平出来参选 第一个我觉得要从朱立伦的角度去看 为什么身为党主席的朱立伦 不肯跟王金平好好的谈 他未来的该如何的布局 以及他对立法院应该是怎么 未来是怎么样子的军队的图像 为什么不谈 我觉得朱立伦是希望让王金平不是死在初选 就是死在大选 毕竟这一次的大选 对国民党来说比较不利 那把他给消除掉了 然后如果顺势 如果顺势把王金平消除掉了 我会认为对朱立伦来说是好的 因为他才可以正正逝世的当党内的老大 然后也可以顺理成章的世代交替 然后中生代正式的接班 他可以独揽所有的大权 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挺马的挺王的 然后下面的小派系 有些实力跟他相当的会互相去竞争 对对对 所以他不跟王金平谈 其实是要为了要消灭王金平 那朱立伦现在看起来的确话讲到这个 这个程度了 要参选 我觉得的确是把话讲到有一点死 但是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 政治你不到最后一天 其实你很难下百分之百的决定 但是我们讲这个情况 如果他真的是翻转说要选了 那恐怕又是一阵天翻地覆啦 所以我觉得那个最大变数是在国共论坛 是在5月4号的朱席会 说他必须等看完 就是在经历了所有的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 然后跟习近平之间的会面之后 那个情势 我认为才会是朱立伦做最后真正决定的那个时候 那你说好 现在回到如果王金平参选 对于国民党内部来说 的确可能王金平在南部 大家都觉得说 哎那对民党是有杀伤力的哦 他有本土派的这个色彩 然后他跟地方派系的交情也非常的深厚 可能会吃到一些绿的票 对他在南部可能有一些优势 但是在北部相对的会有一些弱势 在北部一直要拱朱立伦的 一直要支持马英九的这些所谓的停马篮 能不能够也把王金平当作他们投票投得下去的那个对象 其实我觉得一来一回说不定也就消底了 那所以我觉得王金平就是如果要参选的话 就是南北的这边流失多少 这边可以得到多少那些东西都还是得在在精算了 那所以他会不会能够真正的凝聚国民党 那我觉得是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可以连去国民党 所以有很多的蓝军都一直不断的在分析说 如果王金平出来参选的话 国民党恐怕会经历一个实质的分裂 就没办法 因为的确有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王金平这样的人是作为代表国民党去选总统的 的确我请教游龙哥 就说王金平想要出现 当然目前为止是国民党内部的竞争嘛 其实未来他如果真正取得一个总统候选人资格 还有外部的竞争的 但现在党内的竞争恐怕就已经让他这个很伤透脑筋 包括比如说深蓝的 我刚刚提到台商的部分说要去挺红袖柱了 还有包括他跟马英九之间的恩怨 恐怕他要成为一个参选人对他来讲足力还很大 主持人说的一点都没错 其实选举我常听国民党的人他们这样讲 选举就是要看一个气跟一个势 其实我认为国民党一直在等一个势 因为国民党最近势头不好 大家都认为2016根本就没希望了 可是所以国民党一直在等 朱立伦我认为他也在等一个势 但是等到现在他觉得真的是这个势头确实不好 所以呢才敢去接受朱席会这一段 那这一段他可能就已经确实放弃了 因为在议会他也不停地讲说 2016他已经不会再参加了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大概已经表态完成了 那谁在等另外一个势呢 大概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在等这个势啊 我觉得就是在等国民党怎么样去把这个势造好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暂时还是落后 但是如果国民党真的只推一组人 大家不要认为没有希望啊 当大家整个国民党团结的时候 他还是有这个希望的 可是这个势要把它造出来啊 朱席会是一个很好的势 这个朱立伦怎么样去把这个势造出来 把这个分加在国民党身上 谁出来谁得到这个势继续往上冲 我觉得这是有机会 不过呢现在啊我一直认为 刚刚前面几位说的 有一个人啊真的值得关注 就是吴敦义 我常常听我们党里面的人讲啊 他说啊 大家不要小看了吴敦义 为什么 因为啊现在要各方三头都同意 都认为说他出来还不错 有谁大概只有吴敦义 因为马认为吴好可以 对 你要马去支持王很难嘛 可是呢只有吴敦义哦 可是吴敦义呢在各方行政经历 各方面来说也还资历完整 所以你意思说吴敦义就说 就算深蓝的台商的军系的 也可以认同他 只要国民党整合完成 我不认为吴敦义会认为自己很差 吴敦义虽然在南部 大家说他在媒体上面的这个风平不好 可是他在中南部或者他在北部 或者他怎么样去选一个副手 整合起来我觉得他是有希望的 而且也只有他出来 各方三头大概都没有什么话说 我干过行政院长 干过立法委员 干过副总统 我擦里面一脚要上去 大家不要忘了另外一个观点 前一份前几天有一个杂志 做了一个柯颂配的民调 柯颂配民调相当高 我认为柯颂配这个民调里面 透露了什么 民众现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真正能做事 而且呢最好能够打破传统的人 吴敦义最起码有一半 可是你知道吴敦义他也许说党内可以接受 可是问题是他民调非常低啊 对 在这个情况下 他跟蔡英文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这就非常吊诡了 吴敦义搞不好还比较希望吴敦义出来选 对不对 双方差距非常大 这我觉得非常吊诡了 因为我刚刚说了 国民党如果能够凝结一气的话 大家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两个人 这个蓝绿对决的时候 那可能民调就不是这个数字了 现在大家有太多选择嘛 你让民众选择是朱立伦要出来 王金平要出来 吴敦义要出来 洪秀书要出来 来大家做个民调 他还有个杨志良 你觉得杨志良 他所谓的白目力量 到底是玩真还玩假的 杨志良我觉得 马英九有一个好处啦 马英九当了这八年总统 透露了一个讯息 就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自己可以当总统 就说马英九都能当总统 谁不能做呢 杨志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他也有他的理想 但是我觉得距离总统那一步路 他还插了一段路 那他光是要摆平党内就已经搞不完了 更不要说党内支持完 他还要到这个社会上 要寻找民众的支持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对的确 而且这个刚刚来宾也说了 这个杨志良恐怕连党内的联署 可能都过不了关 当然今天我们还谈论到 就有关这个宋楚瑜的部分 在这一次的所谓的第三势力 他是不是又变得热门起来 因为各方都在这个关注我 我们来看这个钱力文李瑶 上午接受了广播节目专访 他对台北市场柯文哲氏赞誉有加 强调2016总统大选 柯宋沛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批评朱立伦确战 而蔡英文呢 在他眼中是投机分子 什么都不会 来看我们一下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资深媒体人周一寇带头 唱起生日快乐歌 替即将80岁的李瑶先暖瘦 广播节目专访中 李瑶再度火力全开 我觉得台湾两个人非常可恶的 一个马云九 一个陈水扁 因为他们两个人摧毁了我们的梦 什么梦 过去我们觉得蒋介石死了 蒋介石王朝结束了 结果你们接班上这样的搞法 对 另外一个就是民进党 我们以为一个在业党成立了 结果你们搞的是个小型的国民党 对扁马两位总统不满 蓝绿两党2016总统大选 呼声最高的两位人选 在他眼中同样不及格 所以我现在喜欢蔡英文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投机分子 所以蔡英文这都是减便宜的 什么都不会 朱立伦你不敢作战嘛 你作为领袖人物 你是确战或者厌战 你厌战还耽误别人 影响别人士气 这个绝对不可以 朱立伦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习近平给礼物 对他都是负坏的效果 没有正面的效果 因为帽子一戴他就垮掉了 朱蔡两人都不行 倒是主打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以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让他赞不绝口 柯P是我们的一个希望 觉得除了国民党跟民党以外 我们有第三个选择 必须会成功 柯P最近上任之后一直到现在 你对他的评价 我觉得很好 可圈可点 那你就去劝敬柯文哲好了 我不要劝敬他 我现在公开 公开呼吁 柯宋沛 力推柯宋沛要给台湾民众 在2016总统大选 蓝绿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好 争斗外界力拱柯宋沛选总统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呢 他没有松口 倒是有所指的说 两个月后蓝绿两党 如果没有好的人选 他不排除揭竿起义 倒是柯文哲今天面对媒体呢 他说不可能了 来看PCR 实际尚未沉重 同志仍需努力 好的实际点是什么时候 我讲七八月份以后 比较明朗了以后 再跟诸位再报告 我们不要去贬掉所有哪一位 说不行还是行 要补强吧 他补得很强的话 我们去帮他忙 假如他补得实在不强 对不起 我们就结干了 自己来了 他关上什么 他要关 他是这个柯宋佩 不可能了 好了下一题也就不可能 好我们看到柯文哲 对于这个柯宋佩 这个梦幻组合 他说不可能了 来我请教这个委员 当然柯平说他已经不可能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一份民调 其实凸显出民众 对于现在整个台湾的政坛 魄力跟执行力的一个需求 因为台湾这个两任总统 说实在民众有点受不了了 但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讲 对于绿营来讲 是不是也有可能 去争取宋楚云呢 大概这个太阳化学院之后 公民社会崛起 年轻世代的觉醒 冲击的既有了政治文化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很难想象 一年半前 他还是台大医院急诊室主任 对 一年半之后他成为全国 他认为最有未来性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我觉得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翻转 政治文化的改变非常的迅速 对 那今天柯宋配的这个民调 他们缺乏常常性的观察基础 缺乏连续性的论述 单一民调就决定他是一个最佳组 我觉得这个有缺乏科学性的论述 选总统不能是急心事的 选总统必须长期布局 长期耕耘长期努力 所以不是他因民调 就觉得他是最佳组合 我觉得这太过于跳跃 也太过于想象 当然柯 标了是没有意愿 他这个针对这个大巨蛋 他已经头痛不已了 他对台北市民有承诺 他不可能在这一届有任何的 甚至我觉得他会寻求连任在台北市市长 所以这是一词对他个人过度神话 他任何位置都可以是真正一种假象 那宋的部分 宋的部分 大家也认为他是一个老派的真正人物 是过去的 那当然他是有一定的真正影响力 但是我是觉得 他影响力不是全局的 他影响是局部的 那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王宋佩也好 或者吴宋佩也好 刚刚提到这个王津平院长 王津平院长他参选的结构 当然是北洛南墙 那怎么样去弥补他的北洛 那当然他觉得副手 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加分工具 所以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 本土拜力量的这个王津平结合 随这个北部宋楚瑜 国民党过去的一些或者亲民党的一些力量 我觉得这个可以去观察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王津平跟这个宋楚瑜的结合 所以现在宋楚瑜说七八月才会做决定 才会看看是不是要揭竿而起 就看看现在的这些台面上的人物 怎么去做角力 怎么去做这些博弈 到最后他觉得有适当的机会 就见缝就插针 所以你觉得那个绿局合作没有可能性吗 我个人认为目前好像没有这个分为 没有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绿根局还是有一些基本价值的一些不同 一些理念上的差异 我觉得比过去是好很多 但是你要一时把绿根局变成这个跨党派的总统候选人组合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但是我提一个观点 如果说我们所谓的说谁跟谁配 说实在担任副总统的 说实在他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如果说把这个宋楚瑜担任隔魁的这样一个 是不是有他的卖点 因为如果说绿局合作有他的这个基本价值的这个观点上的不同 那如果国亲和呢 但当然说国亲和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亲民党是可以说这个伤痕累累 那宋楚瑜如果说来担任隔魁 对于国民党不管任何候选人来讲 是不是有他的卖点在了 有龙哥 国民党从来没有 亲民党从来就是宋楚瑜 他从来没有在各个选举缺席过 我觉得他每一次 即便他自己不是出来选 他也决定了很多 这个一部分的力量 包括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 他也不跟蓝也不跟绿 在中间摆来摆去 大家都在看他的味道 到底要倾向到哪一边 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 如果说他真的找局来合 我觉得现在变成要看局愿不愿意 宋楚瑜这个老派的政治人物 他在下面游刃有余的时候 他会愿意来做副的吗 所以这个又变成一个问题所在了 可是大家现在就按照主持人说的 可以把它放在隔魁嘛 都还没选上 你们现在就先要说隔魁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 又会被民众说 你们现在就在分官位 你们现在就在分赃了 又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怎么样去结合局这个角色 我觉得国民党要花一点点智慧 但是局呢在这一方面 我也不认为说 他们就一定会在这个地方缺席 宋楚瑜每一次都参加 所以这一次揭竿而起 他的揭竿而起 要怎么样揭竿而起 怎么样自己取而代之 自己上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耐人询问的一个问题 来 昆辰你怎么看 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今天应该是说 柯文哲去配什么 柯X配 比如说柯秋配 柯许配 民调都会很高 因为那前面是柯文哲 不是后面的那一个宋楚瑜 所以说今天宋楚瑜是因为 跟这个柯文哲摆在一起 他民调才会这么高 如果说今天是怎么配宋楚瑜 今天是宋柯配 也许数字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 或者说差宋配 那也不可能嘛 所以说今天是因为柯文哲高人气 所以今天是宋楚瑜夹在柯文哲这个高人气 才有这个所谓比较高的民调 那我认为说 你把他当成这一个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参考之一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宋楚瑜就当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要确保说 他这个清明党 在立委的这个选举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一样 在区域的部分有 然后在不分区的这个协制也有 那所以说 其实在这个立委的选举方面 我认为说 他会用最大力量 让他的这个立委的协制 继续在立法院还有这个协制 那至于这个在总统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那你说隔魁的话 我觉得更不可能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那到底他是要跟谁配 他是要跟哪个阵营配在一起 是跟国民党吗 还是跟民进党 另外一个就是说 修宪如果都还没有完成的话 那其实隔魁一样 他是一个 他也没有什么权利 他还是一个总统的幕僚长 说实话 要任命就任命 那要辞就辞 对 他其实没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做 如果这个修宪还没有完成的话 那我认为说 这个也不可能去讨论说 他去担任什么隔魁 然后就可以加分的事情 我认为宋渠所讲的 还是认为说 他的亲民党的协制 怎么样确保 这最重要 那就国民党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说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朱席会 那这个 其实我们在议会 有一直问 那其实那个朱立伦 他一直都不可能答复 那其实 现在问大家都知道说 问三岁小也知道说 那现在朱立伦就是 5月2号到4号 就是要去中国了 那所以说 他选总统不可能再有 这一个其他的 这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他如果去了中国 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那回来就说他要参选 那大家就觉得说 你是去看习近平 去看四大人 去看四大人 回来后 你才决定说 你要参选总统 那这样子讲的话 他其实参选总统 正当性更没有了 那所以就 这个朱立伦来讲的话 他就是很单纯 他就是党主席 那他怎么把这个 国民党的这一些 总统候选人 不管是 钻还是钻 把它弄出来 我觉得 就朱立伦来讲的话 他如果不要因为说这一次 2016总统大选 总统选输了 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是主角 可是连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整个士气 连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其实都掉了话 那我觉得朱立伦 就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的确其实刚刚游轮哥有提到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在等待一个事 但是朱立伦会 是不是会让国民党的 这个事增加 说实在我觉得 在1月29选举之后 我觉得这部分 我是蛮怀疑的 当然就是说 今天也传出会 所谓的这个蔡苏惠 就是蔡英文跟 苏立伦两个人会面 那其实苏立伦 他也提到一个 相当重要的观点 他说胜选很重要 但是升任更重要 因为胜选就一天的时间 但问题是你升任 可能是四年或是八年 那我们一般民众 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八年或16年来 对于台湾政治 这么的无力感 其实莫非就说 就希望我们这个政府 领导人物 能够有这个执行力 跟魄力 这也就是因为 为什么就是说 柯颂配的这个民调 会这么高的原因 来请教时期 当然没错啦 我觉得其实 民心望志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一个 有治理能力的政府 就是最重要的是能力 那我觉得 孙昌当然讲的没错 那蔡英文的优势 是在于他本来就是一个政策狂 他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 我认为他其实比当时 2012选的时候 那个充实感更多了 那他其实也很务实的知道说 如果他选赢了 他现在要面对的是 如何处理 接下来的这么多烂摊子 所以我会觉得 你准备了这么久 其实接下来的这半年 就要看看你端出来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证明你真的准备好了 你有能力去处理我们现在国家 碰到的或前朝留下来的各种烂摊 这是蔡英文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说 刚刚这个宋楚瑜的角色 跟王金平配 如果他们两配合 他们两加起来150岁 我是觉得在 同样也是在历经去年一整年的台湾的整个政治社会的那样子的变化之后 你说这样子的年岁是不是能够说服大家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问号 更何况 如果你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而你期待你的副手帮你加分 你期待你的行政院长帮你加分的话 那就他们来选总统就好了 就不用你了嘛 所以历次的选举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总统候选人 你的副手 我认为能够在扩张选票的效果上面 其实都能量不是那么的足够 那所以不要扣分就好了 对对对就不要扣分 我们就谢天谢地了好吗 那宋楚瑜的问题就是说 他其实每一次选举都很有角色 但是也就证明了 他尽管讲的话都很动听 说的非常棒 然后好像看起来也都能够切中要害 但是就是他换成实质选票的时候 他其实不具有优势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考虑 你是不是以七十几岁高龄 仍然然后又多次证明 其实你的票房并不是那么足够的情况之下 你还需要自己这样子 揭竿而起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问号 的确宋楚瑜他有没有这个能量 能够揭竿而起 当然在国民党这部分 可能还要面对在2011选举 当中那么所谓的这个柯文哲不断地在打弊案 大巨蛋等等是不是也考验着 马好未来的政治前途 甚至有可能被关进去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大巨蛋争议到底怎么解 台北市场柯文哲今天说将成立工程小组 实际勘察整个施工状况 资料准备好之后呢 就找远雄来谈判 但目前时间还没有定出来 来看VCR 现场在丁官员柯文哲交通汇报上又生气了 不过让他更头疼的恐怕是远雄大巨蛋争议 要怎么解 好 我们看可能带着有点问题 那北市府现在要成立工程小组进驻 我想请教委员 这个部分远雄他能够拒绝吗 他会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间谍 还是说他如果真的能够 希望能够跟社会取得一个和解的话 他把他当作一个沟通平台 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两兆的争议一定是两兆共同来协商 当然这个北市府最关心就是说 是安全性的问题 安全性的问题 当远雄集团没有办法去确保 你就是要跟社会大众 跟北市府说明清楚 你各项科学的论识 各项的执照跟检验都没有问题 你常常让市政府能够接受 你整个过程从申请到还评 到发造到变更 都合乎法律程序 我是觉得远雄绝对不能去规避 规避代表说你心虚 我是觉得这个马鞭九到好龙斌这个部分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在马鞭九跟好龙斌执政的时候产生的 我很难想象 如果今天台北市长是连胜 郑文当选的话 这些问题会不会浮现 那隐藏在这个背后 所有台北市民的公共安全 生命财产的安全 还好是何必当选 这些问题才慢慢的被检视 从这个北市营跟富邦营的合并案 从这个大军案 整个市政府的决策 包括从这个马鞭九当市长的时候 好龙斌当市长的时候 我认为好像是财团自市 财团主导了这个市政的建设 那很多的这个合约都是图利 我不能说图利的 就是不平等条约 让财团获得更多的这个超额利润 然后却由国家的资产去做赔账 所以很多的问题 在柯P当选之后 一一直来呈现 我想这部分是全民都可以去接受 可是这一连串都大家讨论很多 那只是说 大家对于马好这两位前市长的质疑 那到底有没有实质的这个资料 就是你确实是违法图利 很多的这个论证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安检小组 提出来的数据 包括这个连政小组 连政委会提出来的论证数据 我觉得过去大家认为 马鞭九是能力不好 他一直自豪 或者他自己觉得还有安慰 就是他清廉 但是如果大巨蛋跟这个 北市营跟富邦也合并 你没有说清楚 那我觉得你清廉就完全是破功的 一个能力不好 清廉又不佳的总统 当然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总统 所以马鞭九 他卸论之后 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能力不好 把他还搞成这样子 然后清廉又受到质疑 但你要面对你不清廉的 相关的法律效果 我觉得全民都在看 就是说马鞭九 他在过去这个八年的市场任内 到底捅出多少肘子 让现在的这个所谓科政府 科匹要去忙着去收拾善后 我觉得过去八年 我们掩盖太多的这个丑陋的事实 到今天慢慢把这些舱巴揭露出来 我觉得揭露出来是好事 固然会有一阵子的震动期 但是我们也确保了公共建筑 公共设施的这个安全性 确保了台北市未来的发展 是来我请教昆辰 就是说现在这个林郑会 应该五月这份报告会出炉 那当然就是现在所有的资料 其实都掌握在市政府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证据跟资料 可以让比如说让马鞭 你能够一刀毙命 不然说实在的 他整个合约看起来 通通都是合法的 是不是能够一刀毙命 其实就看这一个柯市府 他掌握的证据有多少 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揭露 所以也不晓得说 他掌握多少有利的证据 那不过这个柯P有讲说 他有看过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就足够证明说 这个马鞭九的青年破功了 那可见说 他里面掌握的一些资料 其实就已经能够证明说 这个马鞭九跟郝龙斌 其实在这个大决旦的 整个亲密的过程当中 也的确出现了一些毛病 那我是认为说 这个廉政委员会赶快把这一些 他们所收集到一些证据资料 这一个赶快把它揭露出来 让这个社会大众能够知道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说 这一个检察官能够来调查 因为其实这些资料 我们在这个报纸媒体上面 其实都看得到 那如果说检察官他这个认为说 真的有去追查的这些必要性的话 应该是主动去侦查 但现在没有动作 在检察完全没动作 他就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党派的不同 民进党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老实讲就真的查得很快 那这个国民党这个要查这个 好龙斌查这个马英九 很少看到说 这个检察官主动去调查 所以我认为说 现在还好是真的政党轮替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以前这个马英九跟好龙斌 这个执政的这16年来 这个烂摊者有多少 所以其实我们也很期待 2016这个中央能够政党再轮替 我们同样来检视 这个马英九在当任 这个总统八年任期之内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就这个科僻来讲的话 我觉得两件事情 他必须要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除弊 这很重要 你必须要让这一个 你拿到多少证据 然后让这个警告单位来调查 就算马英九现在是总统 他有这个刑事豁免权 那没有关系 等他明年下台之后 一样可以去查 那好龙斌现在可以去查 另外就是说 这个大巨蛋这个心力的问题 大巨蛋它现在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猜巨蛋 另外一个是猜商场 那我觉得说 也要赶快来做一个来处理 所以你说跟这个赵腾雄 见面之后 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我觉得可能见一次面 见两次面都没办法解决 可是最后还是要看说 这两个方案 赵腾雄你要选择哪一个方案 那因为这个台北市政府 你讲得很清楚 这个没有这个公安 就不能让他隐喻 那他也欢迎这个远雄 提出其他的一些意见 那大家先做个这个沟通 那我认为说 这个柯市府 他必须要先站稳 这个公安的这个角度 那另外就是说 现在在谈说这一个 当初这一个远雄大巨蛋 这个能够防火设计 这个能够过关 跟那时候的这个营建署的署长 跟林青龙有关系 就林青龙讲说你乱讲 这个其实是跟叶士文 在当署长的时候才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说 这个叶士文跟这个赵腾雄 他们在这个林口 这个合一住宅的案子 有问题 那我觉得检调也要去查 在当叶士文 在当这个营建署署长的时候 是不是有对于这一个 大巨蛋的这个危难 这个防火急难的救灾 这个审查过程中 是不是也有放水 我觉得这方面也要去调查 的确说实在 内政末那天出来讲 其实感觉上 你是变成挺远雄 挺财团的 再来说 你这个中央政府 这样感觉好像 并不是为台北市民的安全 在做着想 感觉你甚至是挺叶士文 现在叶士文关进去 说实在你这个中央政府的 政治判断 应该很容易就可以选择 你要去挺那个 关进去的叶士文 那再来就是说 检调的部分 我请教时期 检调部分 其实现在都没有去查 那是不是变成说 北市府的部分 变成要主动去 这个以请这个检调来侦办 我的了解是其实 市政府在下个月 推出这个 廉政委员会的报告之后 其实他们就会移送了 那据说大巨蛋的目标 是指指马英九 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下个月也会提 廉政委员会的报告 下一个案子目标指的是 这个 好隆斌市府的高层 据说还不是好隆斌本人 那其实我觉得就大巨蛋的 这个案子当中 市政府其实手上有太多的 行政的工具了 那所以当远雄 如果到现在还是那么硬的话 其实我有点怀疑 就是说远雄一直觉得 他们站在法律的 这个法律面上 他们一切都是没有违法的 可是 可是不要忘了 市政府是有行政手段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市政府要用几个手段 第一个就是安全报告 你要怎么样说服大家 第二个是说下个月的 廉政委员会的报告 当中会不会有牵涉到说 在一月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可能涉及有不法 有勾结 有没有违法的部分 说这个东西一旦出来 我相信如果有的话 其实对远雄不会很好看 第三个就是攻其延宕 其实到今年的6月30号 他就必须大巨蛋要全部完工 那所以只要那天你没有完工 那就违约啦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更何况到目前为止 市政府已经对你的工程研浪 开了一千万的罚金 但是你一毛钱也都没缴 这个东西也很奇怪 还有市政府也已经去告 你破坏骨骑 所以其实有很多个 对市政府有利的东西 更何况到最后 如果市政府存心要刁难你 不给你使用执照的话 怎么办 按照你远雄估算出来一年的总营业额4亿 这个一年400亿的营业额来算的话 你晚一天拿到使用执照 一天的损失是1.1亿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远雄来说 的确是非常大的负担 我不知道你要这样耗下去是 是怎样子的成竹在胸 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跟台北市政府 坐上谈判桌 谈谈你接下来安全如何解决 监察院39项缺失你 你打算要怎么做 说这个东西只能靠谈判 面对面沟通 来做最后的处理和解决 另外对于柯文哲来说 大巨蛋大家都在看 你有办法把大巨蛋做好的善后 获得大家的支持的善后 才能证明 你真的是一个有能力的市长 而不是说 劈里啪我这边打东打西打 打完了之后 好两手一摊 我其实也没能力去处理 我觉得那个对柯文哲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考验 的确 来我请教游龙 大巨蛋这事情反正已经 对于中央政府 或者对马政府来讲 说实在已经是无可挽回的 现在就是说 你中央政府的态度如何 说实在大家都在看 你到底是挺财团的 还是要去挺这个现在柯市府 因为你现在柯市府 现在是站在民众这边 很明显大家都可以这样看嘛 对不对 那这样就说对于国民党来讲 说实在的 这一路还要选2016 这是不是有绝大的这个杀伤力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 跟前面几位有部分的出入 我觉得孔老夫子说了 他说君子不以人废言 不以言举人 现在台北市政府说的每一件事情 感觉就是神说的一样 因为柯神说的 他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 仔细来看看这个东西 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弊案呢 现在大家说弊案 他是弊案 弊案是谁说的 是廉政委员会说的 廉政委员会有没有法定的效力 没有 他连阵风处都不是 他端出一个 但是柯市府非常聪明 他用了名气可用 因为大家都想调查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也要先声明 我也希望调查清楚 该官的该官 该罚的该罚 这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 可是整个程序 他到底合不合备 大家都说他是弊案 他的弊案都是台北市政府说的算了 他的调查的安检报告 也是台北市政府说了算了 那大家不要忘了 台北市政府当初说 去跟远雄订了约 也是白紫黑字合约啊 现在这个合约有问题了 台北市政府说 我重新找一些人来做一些调查 发现这个里面 这个不公不义 这个赚取太多的利润 对台北市民的安全造成了危险 都是你廉政委员会说的 但是客官事实资料揭露的确是如此 客官对很多事情 那这样子的话 谁有权利来说他是不是弊案 谁说该官的官 法院嘛 所以你觉得应该移送检查 本来就应该移送 你为什么抓在手上 这个不移送 那个不移送 然后不停的在媒体上面放话说 这个要这样那样的 那当然远雄也跳出来了 远雄也受不了 远雄也说 如果按照疏散的人潮啊 要这样的比例的话 101也不合法 对不对 那哪一个地方合法 其他台其他友台也做了这些相关的报道嘛 那这个台北市政府为什么不说呢 我去检验你的时候 我用一套标准 我检验别的时候用另外一套标准 但是呢 我台北市政府说你不公不义 说你违反安全的时候 你就违反安全了 那这个不太对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 好现在告诉你说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把巨蛋拆掉 一个把商场变小 你只有两条路走了 两条路走之后来来来来 你还能谈 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你都已经说只有这两条路了 你叫我谈什么 然后大家说 其实希望 没有他说远雄 我可以提第三第四个方案嘛 也是 就是安全部分跟权力金 其实这是两回事的 对 可是问题是 他都把它搅在一起的感觉 就是说 我已经说了这个 我已经设下了这个框 你来谈 你说远雄能谈什么 我不是要帮远雄讲话 我觉得我还是强调 该查的要查清楚 但是 到底是不是弊案 我觉得只有法院说了算 刚刚时期说的很好 该移送的东西 你把东西整理好 移送嘛 你不能在没移送的时候 我说你有问题 来赶快来谈一谈 那请问 如果谈得好 瞧得好 是不是就被移送了呢 他就没问题了呢 也不是吧 但这一路走过来 我想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 不管最后了 这个检调调查的如何 对于国民党来讲 相信他2016要选这个 不管是立委 或者选总统 绝对有很大的杀伤力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柯文哲杠上财团引发社会的关注 不过外界也在提出一些想法 包括就是说未来台北市的建设 或者说建商等等 这些工业的这些业者呢 是不是可能会聚于跟这个政府来进行一些合作等等 当然就是说台北市的副市长林庆雄今天呢 也跟这个 他要推出这个科技社会宅 也跟业者来做一些座谈 我想请教委员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就说 柯P可能打财团 可能打破过去的一些特殊的政商关系 但现在可能是不是会有另一批的这个业者 反而也可以进来就说 跟政府一起合作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不是打财团 他是打有问题的财团 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反商的情节 为什么那么多财团全台湾那么多 为什么是远雄 为什么远雄出现那么多的问题 是远雄自己要去检讨 我觉得巨蛋是一个首都的 这个指标性的一个建物 也是一个现代化或者一个进步城市的象征 人家日本从东京 京都 从东京 大阪 北海道到福岡都有巨蛋 每一个城市都有巨蛋 这个城市具有未来性跟科技性 跟相关的这个进步的元素 那从1991年开始孵蛋 孵到现在到底这个蛋是好蛋 还是一个坏蛋 还是一个炸蛋 最后还是回到原点 现在还在继续在进行当中 我们要去指引说 从马政府到好政府 从好市府 从马政府到好市府 这整个连串的包括核定 包括签约 包括发造 包括还兵 包括到最后七月变更 都是在马好两国市场任内 所以当初跟远雄的关系 是一个伙伴合作的关系 他尽可能是让远雄去得到他相关 他希望获取的利润 但是这会不会因此损害到国家 或者市民的权益 就是科匹要去结议 到底他这个决策的过程 审核的过程 有没有现在到市民的权益 有没有符合公平正义 那我觉得这一点 陆陆续续出来的资料 大家都认为大军上是一个弊案 问三岁小孩 问民调 他觉得已经是一个 从现在所得到的资料里面 都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多的问题隐藏在其中 那等到这个廉政委员会 正式的报告出来 我觉得这个炸弹还要真正引爆 然后请到昆仑 讲白点 我们就说业者是应该要赚要有利润 但是你总不能就说当官的 或是说是把这个市场工产 几乎是奉送业者 我想如果有一个透明的一个原则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吸引其他相关业者投入 同意邱委员讲法 其实今天科匹北市政府不是打财团 是打有问题的财团 反而是打贪心的财团 那其实科匹也讲说 其实远雄就是贪 他就是贪图这么多的楼地板面积 他今天还是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是认为说 今天这个北市府 他应该去解决说 现在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 那怎么去把它善后处理 把它弄得更好 那我认为说今天远雄 大概他的这个案例 跟去你的定性差不多